下一個話題 木耳 第四個話題 原神的混池怎麼突然消失了 什麼是混池 它悄悄的來耶 悄悄的消失 看哪一次而已 幾點幾吧 混池是幾點幾啊 4點幾 忘了好久以前的事情 混池就是突然間來了一個 裡面歪的時候 你有可能歪到長度以外的角色的那個池子 對 那時候有優拉 還有那個 有誰啊 我記得我也是只記得優拉 還有誰 還有危害性標 還有可莉 就只有一次嗎 對就只有一次 阿貝多 對阿貝多 但是你歪了有可能會歪到優拉 阿貝多可莉的那個池 對啊對啊 就把常住池的一些角色 然後混一些可能已經有些角色 他就是很久很久沒有復刻的一些角色 好像 然後混在一次六個 一度看好像有在裡面 對好像常住也有就是 安札 天靈很難 可莉 優拉 莫娜 阿貝多 沒有我找到 這是幾次的事情 我找到圖了 有人說是4.5的時候 大廳那邊我 對4.5 4.5 就那個時候抽武器還蠻划算的 因為當時的武器還是兩個定軌 因為很多是絕版 就在以常住的絕版武器 那時候我有抽那個小提師傅的那個武器 我就有抽 綠工跟危害性標 危害性標也是大劍中也是比較強的 因為大劍基本上其他都很拉垮 很難得的 他應該是他的素質目 因為他是加那個 極鹿啟願 哇 好久遠的名字喔 極鹿啟願 他自己有個名字呢 就正式的名字叫極鹿啟願 他就只是一次罷了 然後被我們說成混吃 然後變成糞吃 後面有很多消息說 現在這個混吃會是誰 但其實根本也沒出現過這樣子 因為他有條件 他說必須up過幾次啊 三次是嗎 兩次我記得 兩次喔 才會進這個詞 他自己講的這麼的準確 然後結果這個詞也就只猜出一次 我們來聊一下 為什麼這個詞突然間就 從4.5開始到5.0都沒有出現過 我覺得就可能像你講的嘛 要出現兩次 就你講嘛 因為沒有出現兩次 所以他還不能出 他那兩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他有個週期 他有個週期 從4.5版本開始 才算兩次 不是吧 不是吧 欸是從幾點幾版本開始 就是說包括自己up 總共出現在卡池裡面三次就對了 復刻過兩次嘛 我只記得好像是說要復刻過兩次 但是實話講這個詞的那個XP 就是那個CP值也沒有很高吧 就是除了武器以外 我覺得是給長柱裡面 就是常常抽不到 但是現在每年會送一支的話 好像這個問題又可以解決 每年會送一支 長柱而已 那個長柱池啊 我說現在不是之後的每年會送一支五星長柱 但是之前混池的時候像 像有些武器啊 或是他不弄這個池的話 你是怎麼抽也抽不到的 它就是一個絕版品 它好像說出現三次 同時 對啊就是自己出現一次 就是新的卡池 然後復刻兩次就是三次喔 對啊對啊 如果要這樣包含的話 沒錯 對包含 對啊這條件肯定很多啊 不只那一 不只第一批 的角色一定還有很多 為什麼 大家有想法嗎 就是覺得可能為什麼 那時候流水太差了 我也是這麼覺得 不然就是他覺得他這個機制設計的太爛 就對他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感覺這個池出了有點緊張 有些人為了要抽什麼 然後他但是他就是 拖了一年啊 很久很久都不出啊 或什麼 你說有一些角色的遲遲不復刻是不是 對然後他就他後來他用了混池 但是好像可能出了之後 又發生了一些問題 但是什麼問題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又把它拿掉 嗯 也有可能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可能 會不會就一個大版本再給一次混池 會不會有可能這樣 你說一年一次嗎 有可能 有必要這麼隆重嗎 他要讓玩家知道 我們這個池不是你很常見到的喔 這是很稀有的池子 你這次不抽 好稀有喔 都沒有人抽 對啊所以 也有可能他出了發現 其實好像流水沒有到很好 所以就算了 少出一點吧 印象中那時候很少人抽這個詞 印象中 當然是有啊 但是沒有很多人抽 應該 可是有抽武器啦 可能真的是 別的武器都很拉 太糟糕 他那三個限定武器 一個是優拉阿貝多可利 偏偏這三個角色都是墊底的 就是蛇雲使用率 基本上都是最墊底的那一批 就是最不實用的角色 出了這三個 但是有些人就是為了這些不實用的 因為復刻 對啊 復刻等太久了啊 對啊 我當初入坑原神就是因為可利 是沒錯 就是少數啊 因為有分析 確實是少數 有分析 有一個數據分析 他可以放 你說 我說當初可能 他放常駐都好過 還更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 給大家多一種選擇 沒有放常駐 是因為他 自己給自己定下的規則 他決定以後要用送的呢 還是他以後決定要用送的 送的會觸犯法律 我跟你講 這是我原本要說的 就是他限定 他限定卡池有上面 我繼續做夢 不是 他可以送一隻五星限定 不是不是 他不能送 他送的會 他犯法的 這個他送的話會沿上的 因為他 你們看一下卡池那個詳細說明 他說這個限定角色是不會 進常駐的 所以還有更何況不能送 送的話他當初抽的人不都 全都是小丑 沒有啊 就可能還是要是要出新的五星呢 那 可以換一個方式啊 比如說做了一些任務才給你 這樣就不是送了嗎 嗯 也有道理啊 有道理 有時候感覺一定會有 一部分聲音會表示很不滿 除非你送新的角色 除非他們送新的角色 那你們喜歡混池嗎 你們喜歡這個機制嗎 這個這個混池 喜歡嗎 現在看回去的話 不喜歡了 當初應該還好 為什麼 因為當初都沒有那個 當初你武器是 最倒楣是會吃定鬼的 就是需要歪兩次的耶 對 那時候混池就突然間比較香了 就專抽武器的話 嗯 嗯 然後 角色就 其實就 太太太刺激了 就歪的話 有可能歪到其他的限定 這種 嗯 因為他還是用那個什麼嗎 還是用糾纏之緣嗎 對啊 對 對啊 那我如果真的有糾纏之緣 我也不捨的丟在 丟在混池上面 我覺得這個可能 有這種感覺 混池我個人是 喜歡的吧 因為他其實是 賺的 因為有一些玩家 他就是想要抽那個復刻的角色 結果發現也有混池 因為反正也只會歪一次嘛 也只會歪一次 他的目標是 給那一些 他不用等那麼久了 等到天荒地老 等到為了這個遊戲 為了這個角色進來 然後等等等等等 等到都退可能 對對對 所以說混池 稍有一個方式 讓他們可以up一下這樣子 混池他這個比 可是也是要看他的混池 幾十才用 他混池只有一次 這也是要等 這也是要等 如果做過也要等 沒人知道 嗯 他更新過後就沒了 他也不是長久性 我自己是算喜歡啦 下一次看到是5.5 4.5一次 5.5一次這樣 也有可能吧 不知道 我覺得混池是挺好的機制啊 比如說上次有人就想要 專抽那個復刻的 比如說可莉好了 如果他不出混池的話 他放在現在的這種卡石 那會歪 那可能就會歪常駐角色嘛 可是如果他是抽混池的話 他歪他至少可能是歪其他的限定武器 或是角色 對 會歪限定武器嘛 你抽角色就只會歪角色 我記得是這樣 是嗎 他不是有可能會歪那個武器嗎 是的 你抽武器就是歪武器 抽角色是歪角色 是這樣 那也是比較好 你們自己喜歡的角色跑去混池了 就比如說 我很喜歡可莉 但他跑去混池 代表他好像 大家抽取程度不是那麼高 會難過嗎 我覺得難過星期 還是還好 我覺得個人是可能會吧 尤其是幻塔 因為幻塔那邊 現在2.0之前的所有角色 他全部都進常駐了 哇塞那個常駐 當年花了好幾千塊抽的角色 他現在全都是常駐 我看了就覺得 哇 不太想玩了 我有這種心情 所以說 就是他到底要怎麼分配哪些角色 就是那個價值會下 他進混池那價值 會有一種價值 會變低的感覺 對 但是其實就插皮檔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抽一個角色 你希望他趕快出來的話 應該還是會喜歡混池的吧 我想 對確實 一定的 比如說想要抽可莉 結果歪了 但歪了阿貝多 或者是優拉 還不錯 還不錯 對 可能嗎 所以本質是好的 混池如果可以定軌就好了 混池可以定軌 他可以定軌 他可以定軌 他可以的 他就是定軌 他真的可以 他真的可以 就是你比如說你想抽可莉 你就定軌可莉 那你歪了一個阿貝多 那我覺得很OK啊 我覺得很OK 你不要在混池裡面 攪了半天 結果怎麼這些角色我都有 我就是要抽那個 那不就是很崩潰嗎 我覺得定軌對我好像沒想 蛤 你抽到每次去嗎 我每次另外那個角色都歪掉啊 不要不要講角色啦 武器已經夠 都很不相信定軌這個東西 WOW 每次一定的那個武器 永遠都是WOW 已經三次了 然後我已經很想放棄武器池 有一點用私心就好 哎呀 下武器池真的要有覺醒了 對啊 最好是兩個武器都是要用到 不然真的會很 以前是 以前還要抽到定軌還要有三次 有可能是會有歪兩次 那現在還好是只歪一次 好那我們接著聊 你這樣聽一圈起來感覺 那還是對混池的那個 那個期望是挺高的 對他本質是好的 畢竟是XP檔啦 我覺得我畢竟是XP檔 我還是會 如果我喜歡的角色他 我入坑完 然後我這個角色 我當初是為了他來 然後我一直等不到 那我寧願他有一些機制跟方式 讓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常常看到他 有機會抽他 讓更多人有這個機會 可以擁有這個角色這樣子 嗯 就是對我們這些可能不太有用就是 你是 或是圖鑑檔當然沒差 因為圖鑑檔就是 一出就馬上抽完了 就是收集圖鑑檢的那一種 他就是什麼角色都有 他可能就覺得 還多一個混池 卡我抽新角色的時間 或什麼之類 不會啊我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每一個版本都會有角色復刻 像雷神這次也復刻 所以說如果雷神是出現在混池的話 等於說我可能要抽個雷神就歪了 但是歪了可莉 至少不是歪常住的 可能心情至少也不會那麼糟 對吧可能 我是覺得有定鬼的話是 他就是定鬼 他就是定鬼 他就是讓你 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了 我想起來了 那我們接著順便聊第五個話題 感覺是可以連在一起的 第五個話題 木爾人有練過嗎 剛剛是念的嗎 剛剛就是你念 那岩石你念吧 第五個話題 到我 第五 某些角色為什麼遲遲不復刻 關於被遺忘的冰戲有什麼想法 冰戲 某玩家表示 神賀皮膚買了一年 至今無法使用 神賀皮膚買了一年 神賀的皮膚啊 神賀 神賀的皮真的很香 這個皮膚啊 你看他所謂的至今無法使用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 因為他沒有神賀啊 有皮膚但是沒有角色可以穿 他先買了 他現在他特價的時候 買了 他買了他的衣服可是他沒有角色 對 原始很奇怪 出人家衣服又不出角色是怎樣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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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沒有喔 有啊 所以有些人會趁特價錢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就衣服還掛在那邊 然後就想說他老婆什麼時候想回來 真的好像也挺久沒有復刻 OK啊 神賀是目前原神第一名 第一個最久沒復刻的 已經536天了 還有到死 還有到死 還有人去數 有啊每個角色都有 但不要到看賓果才 賓果的時候才會出吧 不會吧 我覺得這個以商業來講的話真的是一個很扯的事情 你出了那個角色皮膚但至今都沒有出那個角色 對 很扯 對我真的覺得非常扯 策劃在幹嘛 策劃 你看一下那個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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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廳 我看一下 啊哇 神二排第一啊 神賀 神賀 太久了 第二名都是兵器 欸 甘女排第二 喔喔 辛凱我也很久沒看到他 對啊 這些角色都是超他們要久的 我覺得兵器都被針對耶 優拉才好不容易復刻 然後現在甘雨跟那個神賀 都是兵器的 是不是兵器要給人家有種距離感 現在萊歐斯蒂也是對不對 萊歐斯蒂也是沒有復刻 你看 現在也是 萊歐斯蒂也是繞過那個 你看像千之復刻嘛 也是繞過萊歐斯蒂 對對 欸 欸 封單了差不多全部都復刻過了 對啊 現在萊歐斯蒂 故事長太新了 就先隔著先吧 故事長還欠兩個版本的 很新了 欸有嗎 啊對對對 還很新 幾個版本而已 對 所以以後有兵器角色請大家珍惜 趕緊抽了 不然要等幾年 對 對 會兵器兵風起來 兵風起來 對啊 像那個 進擊的巨人 那個也是被兵了很久 我覺得兵兵的話 就是像之前 我記得那個 包叔叔有講 就兵器他本質是打直上的反應 就他 他有規模問題 他天生有一個規模的問題 還有他的動結 打動結反應 就他的主隊共鳴 是要動結嗎 才會加那個 我給大家看一下 反正就是他是天生有點規模 反應有點規模 所以說他才出了一個五星的聖賀來輔助 彌補他這個規模的部分 反正就是兵器他現在有這個問題 搞得他在神緣上 其實兵器是從3.0炒戲出之後 就沒有抬起頭過了 有沒有發現 就之前還有那個水使徒 水使徒我們基本上都會用神力靈化嘛 之前神賀萬星還是稱霸神淵的主流 T1的隊伍 結果炒戲出來之後 好像就再也沒有那個兵器的事情 早期元神是冰火嘛 都是比較強的 然後後來還是都要有元素的反應 才會有那個加成的效果 所以後來就兵器就漸漸模糊 因為火系是一直都是有各種各式各樣的反應 然後水系也是 所以一直到從以前到現在是都沒有退流性 對對對 那 但是我相信在賓國的話一定會抬頭的啦 只是真的好久 我覺得不用等賓國 那個隊長 隊長我覺得是隊長 對對對 隊長是否能 我覺得隊長可能會頂到 搞不好隊長那個詞 那個神賀就會來也許啦 哇那他們要給太久了 因為隊長可能要5.5、5.6了吧 參考別人 也是 他應該滿後面的 確定會出隊長嗎 一定的啊 這一定會的啊 他又沒 又不像那個 又不像火神給葛了 像那個誰 那個女士是不是 不會啦 那看起來應該不會啦 因為很多玩家都在期待他實裝 這是一個原神的流水 都把他寫死了 哇那原神是 嫌賺太多了是不是 可能就是賓國吧 或是看隊長這次的機制 來看看未來賓系的走向是 可是我覺得他就算出來的話 搞不好就只有他獨大而已 就像雷系之前是非常的拉垮 雷神出來呢 也就只有雷神獨大 就他一個人飛而已 其他都還是很拉垮 所以說隊長可能 可是草性出來 草性出來雷系也跟著一起起來啊 對啊 可是說 我是說之前啦 那某方面還是相對是比較弱勢一點 三年之前是這樣 所以賓系 很難講啦 因為看官方要怎麼彌補他這個反應 這個規模 我觀眾這邊有說 提瓦特世界已遺忘我 什麼 世界已忘我 你們怎麼想的 世界已忘我 我被遺忘了 沐文你們怎麼想的 這個 怎麼這麼久都不復刻 你怎麼想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 針對兵器 而且兵器現在不那麼不強勢 你還不復刻 就真的很奇妙 我沒有想法 你看上次優拉復刻的時候也是 就已經優拉都已經沒有什麼 出了差畢以外也想不到 就物理傷害已經 那時候已經完全被遺忘了 然後還壓著優拉這張牌不要放 結果復刻了也沒有 也沒有很 我覺得應該要給物理傷害要有點 要加強 不然物理傷害這個 這個真的是比演戲還要冷門 超冷門 物理傷害好像就只有兩個嗎 應該是雷澤 雷澤跟優拉而已 對嗎 心焰 心焰算火跟火物理 應該比較難打 因為他是火沒有反應 還有還有什麼來著 就這三個 還有記得那個菲米尼吧 阿那個啦 米卡是嗎 阿米卡是嗎 阿米卡是嗎 米卡不是 米卡是打攻速的吧 他是物理輔助 他是物理輔助 沒有他確實是物理輔助 因為他的滿命是有加那個爆上的 我找一下阿米卡 好久遠 久遠到已經不記得了 很早期 很早期是有一些角色是有打物理啦 像那個物理翔領阿 物理飛蟹爾阿 很早很早很早 23060 月駿梧 預測的超難打的耶 不管太久 還複課 我就是很久久以前 複課音 複課 伏課我就有玩過 好好玩喔 對啊 放那個雷7 雷7 直接當下重擊 大家引爆 那聽好玩 對啊 就你要說它為什麼不複課 真都是被遺忘了吧 我覺得韓豪 應該是流血的問題 Halo 而且他好像也不打混词的标准 有达到吗? 复课两词 丹鱼有吧 甄赫有没有? 甄赫好像没有对不对 我不知道怎么算那个两词 数学不好 数学没关系 记性记不住 记性也不好 记不住都记不住 很难记吧 这怎么记 会没 为什么他这么久不复课 可能本质原因商业角度来讲 就是没有人会抽不赚钱 复刻一个不赚钱的角色干嘛 甄赫不会吗? 所以才要混词啊 海灯节的时候出不就是挺完美了吗? 皮肤加角色一起卖嘛 对啊 他那时候就一起出就好了 我不懂耶 那皮肤这么美这么漂亮 我现在真的是因为皮肤去抽的呢 结果他还抽不到 买了衣服要等一年都还没有复刻 人神会不会赚钱啊? 赚够了赚够了 真想不到 真想不到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就是复刻不赚钱 看到大家都不想要这个角色了 再来出什么 车发在晕 就是来放在那个混词里面嘛 因为复刻角色 那不赚钱 混词 可是混词 嗯 也没有啊 他们说深赫不达妙2.43.5没有了 可是现在他干嘛还要出皮肤啊? 对啊 这皮肤真的有点 对这真的是很离谱 如果不达妙他为什么要出皮肤呢? 是到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很奇怪 非常的 没有办法理解 出了皮肤但你不出角色 但买皮肤的人不都是傻啊? 未来的皮肤 而且这一次硬塞一个胡桃进来 他放一个深赫不好吗? 对啊 反正胡桃因为有剧情 对吧 你胡桃干嘛不出衣服 我觉得深赫主要是有一个他没有出的原因是 他一定要伴随一个兵主席出 就比如说 那些人 比如说佩莱奥斯林 那些人是为了皮肤的话 为了皮肤的话 他们是应该是没理了吧 我觉得 因为主要是如果没有其他兵系角色一起出的话 那深赫 我没有办法玩 那个游戏是萌星 抽到了会发现他根本就没办法玩 他因为他自己不能打冰箱 他要打冰箱就要靠重云 的那个只是娱乐玩法 比如说抽了深赫会发现 哇 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人可以配 你说配凯亚吗? 对啊 要看个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会伴随队长 又或者是有一个另一个女的 粉色头发 吉特拉利 可能可能会伴随他一起顾客吧 大概吧 吉特拉利好像是四星 但我不确定 他一定要是五星啦 这个看起来就这么像五星 尤其是兵系 很香的角色 尤其是兵系 因为如果再出四星的话 那这个兵系可能又真的是越来越没救了 出五星的话可能还有点救 但是比较没有他的消息所以不知道 对啊 我这边有人说可能就是坑王家 坑王家去买皮肤而已 坑王家买皮肤 但你家里有角色啊 他一定是没有考虑好 通常你出皮肤就是要出人啊 对啊 这真的是没考虑好 我觉得你真的没考虑好 这就要问米哈游公司那策划人了 就我们也很难说这个 只能策划这种迷之操作好像也不是第一次 很多 对 那个什么美术设计啊割裂啊 你看那个尼璐他信仰草神 结果他拿着赤王的武器 结果连官方的 那个消公直接拿雷戒的武器 他不是拿火的 其实你要说消公的话 我还能从故事设定上还能理解 因为雷神那个他拿着自己神的那个武器 我觉得还能理解 尤其是神里灵华 因为神里灵华是白的 全身一个雪白的嘛 那武器应该也是一个白色的白剑 结果是紫色 对 但我能理解 因为他是雷神手下的那个射凤型嘛 所以说他拿着自己主人的武器 我觉得能理解 从故事上是能理解 最不大的就是万叶的武器 万叶那个仓谷自由之士 其实在原神的1.6海岛版本 那个仓谷自由之士 其实是秦团长拿的 是秦团长 对啊 乱搞 那个是秦团长的 秦团长的专武 外观专武 尤其是海滩的这个 嗯 还好啦 后来 后来就真的就是武器都有符合人了啦 就是目前为止 后来都有 早期都真的蛮乱的 就是圣遗物 然后武器 都明明是都已经 都已经美术都已经画的这么漂亮 然后设计都嘛 就哎 哎 这个圣遗物怎么不是他穿 或者是 这个武器怎么不是他拿 像是 你像是八重神子的圣遗物也很奇怪啊 从绝缘套的另一个追忆套 其实追忆套怎么看都是八重的 那个专属圣遗物啊 因为他是 球迁拜拜的 应该说去神社的那个 就是一个神社的风格 那个圣遗物啊 结果八重不适合拿 就很奇怪 对啊 就很奇怪啊 其实在早期八重出来之前也有人爆料说什么 八重是在打普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能想得通了 那结果 迪卢克要穿一身魔女装 嗯 迪卢克 蒙德里悦那个能理解 因为蒙德里悦很多角色真的是胡虾设计 像那个迪卢克 他有一个天赋是重击的体力消耗减一半嘛 结果他又不打重击 还有迪奥娜突破加冰伤啊什么的 就前期有很多角色设计都匪夷 好那我们接着这个还有要聊的吗 这个第五个话题 有什么想法要补充 嗯没什么想法 就就就就也给不到啊 对啊 只能居填问卷 希望他们在角色分配啊 或是其实混池如果考虑清楚的话 其实再推让一些角色可以早点出来 让有皮肤的人没角色的人 能赶快抽到他喜欢的角色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嗯嗯 不然真的嗯 真的是蛮就是一直等 会真的会对 会对游戏失望 虽然原神有很多很好玩很棒的地方 但这些细节或是这些小地方 要再多注意 嗯 而且学崩堤好了 直接一次过复课三个词不就好了 对啊 其实考虑三词啊 我真的觉得原神可以考虑三词算了 嗯 太多角色了 大家等到天荒地老啊 每个角色等两年是吧 嘿嘿嘿嘿 对 真的 尤其是角色越出越多嘛 每年会出17个 17个新角色嘛 越出越多这个问题 他们应该参考一下隔壁家的 其实很多家早就有这种东西啊 复刻 哈哈哈 我记得是 对啊 复刻三词吃个病啊 也是有啦 我记得那时候换塔他的复刻 是直接 复刻所有的角色 所有的 之前出过的限定武器 他全部一卡 一次给你复刻 让你任君挑选 那在周年的时候 在周年的时候 对啊 所以说原神一定要再多出第三个辞职吧 我觉得 不然太多角色 你要等多久 是时候要写信啊 嗯 对其实原神很多优化 看啊 写了多少封了呀 其实从5.0版本就开始真的有在改变 比如说剩一物啊 还有下个版本 深渊的九成十成不用打了 你们知道吧 就九成十成不用打 对啊 这种东西其实开服就该有的东西 很早就该有的东西 就我就看到很多玩家讲 如果这些优化在3.0出之前 在3.0之前就出啊 他会很兴奋 但现在5.0才出就 就已经 他是不是没有说 那个队伍能带到下一队的这个东西 没有 他没有把它放进去 像崩崩崩铁那样的就是 我第九成选的这个队第十成 他会保留下来 这个好像还是没有 这个其实也要优化 没有是吧 好像还是没有 就就给我感觉这个东西 你既然都已经优化了 你又不不顺便带上 他就非得等5.1下次再跟你说 啊我们又优化了这一个哦 这样子他一定要一点一点一点的 要给玩家一个错觉 学来 我们每个版本都有在优化 没有停下来 慢慢挤牙膏 真的看了很难 很难 就超也不超完就超一点点 下一次再超一点点 这样 其实他们 其实比他有同一间公司 大家互相优化来优化去 这个游戏就会晚着很多 可是他超太慢了 像ZZ也是啊 一开始有好多 就是早期的那个游戏的问题 但但是好像 他并没有 并没有吸取就是前面游戏的一些经验来去做 算了一些 优化程度 我们接着来聊第六个话题吧 电话题